密宗道次第广论 明生起次第品第十二之三 我们今天谈五二 场甘露为修念诵法 那么这一章啊 它比较长一点 所以可能要分成两次讲 这里面谈到这个念诵法 一般来讲密教的这个念诵 比一般的这个念诵还要深 意义还要深厌 其中也有很多的观想 是一般人啊 好像是说属念诸的人啊 所不知道的 所以密教的念诵法 另外有密教的这个念诵法 是比较特殊 而且比较有意义的 单单这个念诸的材料 我们看到很多这个念诸的材料 你修密教的就懂得如何去选择这个念诸的这些材料 选择这种颜色 做什么用的 它有什么样子的颜色 一般来讲 他选教 他不管了 反正拿到念诸就是念了 他也不知道要做什么观想 也没有分别颜色 但是就是密教本身来讲有分别 有种种的这些意义 跟这个 他的这个作法 他这边 因结合经第十三品 因 泥珠母 珍珠及以白戒等 以席栽结膜 属珠 殊胜像 金银以珠童 及莲华珠 争议法殊胜 知则应用 因素用 红花等妙香 一切相合 晚善 为制造 喜为爱尽用 金刚子 患子 如是男子骨 用修祥福法 他这个 他这个意思就是在这里 这里面 你念他的这个经文 就不会懂得什么 就觉得 里面所讲的东西 比较不能 很明显的表示出来 但是我们知道的 他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做法 也就是说 你用珍珠啊 白色的珍珠去做的这个念珠 或者车鞠啊 白色的车鞠去做这个念珠的 是白色的 就是用做习摘法的 做习摘法 习摘念诵 用白色的 因为呢 白色代表清净 可以习掉种种的这个黑夜 所以取这个白色的念珠 就是在修习摘用的 那么金啊 黄金啊 银啊 珠铜啊 莲花珠啊 这个是有点参黄色的 它是用作争议法 殊胜 为什么银也用成那个争议法 因为这是稀有的 好像金啊 黄金啊 白银啊 它这个是比较稀少的这个金属 比较贵的 那么起这个来相应 能够得到福分 所以它是用这个黄色的 跟珍贵的 这个 啊 去做的 所以说 用作争议法 用作争议法 那么红色的 那么红色的 红色的什么东西呢 好像红色的山符啦 红色的山符 红色的珠子 红花等妙香 一切相和 晚 就是结成一粒一粒的 把它做成以后 是用作敬爱用的 红色的当作敬爱用的 白色的当喜灾 黄色的当真意 这个是我们 一般来讲 我们都知道的啦 好 一般外人就不知道啦 这个修生活密法的啦 或者密教的弟子 都知道这个颜色的应用 因为红色的是热情 用敬爱是最好 它表示这个 很热 很热情 能够表示你自己的这个心 表示你的这个heart 这个是所用红色的 黄色的像黄金啊 那个财宝的颜色太好了 黄金的颜色永远都是好的 所以这个用作是争议的 增加福分的 另外它这里讲 这个人骨念珠啊 好像我们今天经常很多人 用人骨念珠 用男子的人骨念珠 喇嘛的人骨念珠 或是什么动物的骨的这个念珠 去做的这个念珠 是用作降福法的 降福用的 因为代表着一种灵力 一种灵的一个法力在里面 所以用作降福法来用 所以我们念珠都有分别啊 这个是做习灾 这个是做争议 做敬爱 做降福 分种种的颜色 黑色的 或者人骨的念珠 都是作为降福用的 那么它这里有写到这个珠子啊 我们念珠的数目 一般来讲我们一般的这个念珠啊 都是 108颗 108颗的这个念珠 那么有的锁珠就比较 挂在锁上的这个锁珠就比较少一点 然后在密教里面啊 它念珠的数日也有规定 规定的好多这个好多不太一样的 事实上我们现在用的念珠都是108啦 就起108 其他的也不用 但是它这里又有另外一个规定 这个修咒用50 爱静比半数 习灾用100 争议再加8 降福用60 特配珠结模 结模就是作业 就是作法 这个作法的时候 降福法用60 用60个念 60个珠子就可以了 争议再加8 就是108 是用作争议法的 习灾呢 用100个就可以了 爱静比半数 爱静呢 就是静爱法 用一半就可以了 用一半 就是108的除以2 那么修咒用50 这个一般的念咒 用50个 50个珠子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用不着 我们反正珠子都是108 比较好算 这个他规定呢 用这个数目 有他本身的一个道理在 但是不一定要用 另外还有念珠的锁 念珠当中里面那一条线 那个神锁 那个神锁念珠之锁 按照金刚空行经讲 是用金诗 用黄金的诗 去做 或者是铜你 什么是铜你呢 没有结构分的 没有结构分的 就叫做铜你 结构分的 就不是铜你 那现在已经不是很保险 不是很保险 现在铜你 是确实没有结构分的 也没有touch的 就是铜 才算是铜你 这表示 就是亲近的意思了